中秋節快到了 內地超市都擺滿各式各樣的月餅 不過不少內地人就終情境外出品 在內地救密網上 不同香港品牌的月餅都有得代舊 但原來按內地規定 部分含肉類及蛋成份的月餅 可能帶有禽流感等傳播病菌 所以不讓入境 浙江當局最近扣查了近200盒郵寄入境 由香港一間著名酒店生產的迷你奶黃月餅 總值4萬6千港元 說月餅含蛋黃已經違規了 也有北京市民花了近1000元網救兩盒香港月餅 雖然貴就貴點 但打算送禮夠體面 怎知等了好久都收不到貨 向網店查詢 時限制又是因為有蛋黃而被扣起 OwenTV都網電視新聞台不行